我们接下来想要利用另外一种开放资料 来跟各位继续分享这个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化工具 如何做视觉化分析 我们看一下 请先打开Table 我现在说使用的是Table 10.3 桌机版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这个Table 我们开放资料通常都是放一些像CSV或者是TXP 这边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TXP或者是JSON这些格式呢 它都是属于文字的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 那至少它不是Excel 这点要请各位在选择上面稍微注意一下 好了那我因为我给各位这个食药署的资料呢 请大家现在来做开启 所以我们要把它视为是一个叫做文字的 所以请点Testify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因为在我 以我来去看这个139-2跟140-2 我记不住 就是说一个是什么 各年度输入食品中 中分类 中分类产品检验结果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输入食品检验项目检验结果 就是一个有做一些什么中分类 一个可能没有去再做食品分类 所以我建议我们先来讨论这一个好了 就是它有分类 有分类 好请点这个档案 然后点选Open 当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怪怪的 应该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例如说这个产品中分类应该是什么 产品中分类应该是我们的那个栏位名称啊 可是呢 这个100100100这应该是年度嘛 对不对 诶奇怪了 这个怎么不见了 F3 F3应该是可能是检验的 还是查验数 查验的P数 这个可能是检验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些比例之类的 好 那这些资料其实 我们在卫福部 食药署 应该通通都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因为它都解释得很清楚 可是呢 当我们在读入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栏位名称不见了 请你们现在要点这一个 Use Data Interpreter 当点了这个 当点了这个 Use Data Interpreter之后 它其实它会进行一个清理 进行什么清理呢 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下 它会清理这个资料的解释器 那什么叫资料解释器 各位 当我们今天拿到网络资料的时候 它其实是用tag的方式来去呈现你的 例如说这边是一个P段落 它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呈现 所以它会把一些tag拿掉 那这只有从网络上资料 这边我们会出现这种情形 而且资料里面可能是放在什么页 不是页首 是页位 然后 接下来放在body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空白 或者是有没有分层 分段落 全部 或者是放在表格里面 它全部都是用一个tag 的方式来去编 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清掉 怎么清掉呢 刚刚这个地方只要打一下勾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你看本来的资料长这个样子 发现就是说 这个项目 栏位名称通通不见了 变成F1 F2 F3 F4 F5 F6 可是后来呢 当我今天打勾了以后呢 它所有栏位名称全部都出现了 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 所以这边记得要打一下勾 这是网路资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 当你今天下载网路资料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 这不是只有卫福部食药署的开放资料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是很多单位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Table从10.3这个版本 它多提供的这项功能 方便我们去做资料的tag清除 的